日本九州北部一号深夜大雨倾盆 受到台风康瑞疾风面影响 北九州四国近几地方都降下大雨 四国爱源县松山市二号上午路面积水严重 车辆都得涉水而过 车站内也淹得超惨 松山市共十个地区近十九万人收到避难指示 日本气象厅也针对福岡 广岛 爱源等县 发布土石流及河川泛滥警报 日媒报道截至二号上午九点二十四小时累积雨量 九州中国汉晋级地方共一百二十七处观测点 创下当地十一月统计史上新高记录 部分地区一天的降雨甚至是往年一整个月的两倍之多 往来广岛站与博多站的山羊新幹線 因大雨一度停时适逢日本文化日三连休 搭起返乡的民众也相当无奈 不少人原本的赏风计划被迫取消 此人县原定举办的全国花火大会等活动也延期 日本气象厅预估康瑞二号晚间将减入为温带气旋 但各地仍可能出现警报级大雨 要慎防土石流龙卷风等天灾 不如民众也需随时注意天气动态 三连新闻科亚航报导